警方一到超山門口 眼前的女子已經急得快哭出來 因為她稍早前 跟一名自稱藍魔的網友見面 對方沒有出現 還出言恐嚇 原來這名34歲的謝忻女子 日前在網路認識一名藍魔 雙方相談甚歡 原本以為是天上掉下來的真命天子 還相約見面 沒想到當天來到高雄橋頭的一間超商 對方沒有出現 還要求先匯款 她拒絕後 卻開始遭到一連串的騷擾恐嚇 甚至表明要對家人不利 雖然女子一度擔心遭到報復 還好警方得知女子除了給對方電話 沒有告訴其他個資 也沒有提供任何帳號 趕緊向對方保證一定沒事 由於暑假期間網路交友詐騙 紛紛出籠 因此大多數的高復帥對象 恐怕都是為了假交往 爭詐騙 民眾得要特別注意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